湾区卫生机构本星期延长居家抗议令 并加紧限制住所以外的活动 Samateau县更进一步要民众将出外的距离 限制在5英里以内 欧志州报道 卫生官员表示在居家抗议令下 民众做必要的活动时可以出门 而做运动算是必要活动 因此民众是可以外出做运动 但为了减少人们在外的互动 游乐场、狗公园、一些户外运动设施 和州立公园和海滩的停车场也都关闭 Santa Cruz县卫生官员指出 跨越县的界限做休闲活动并不是必要的活动 民众应该留在自己的县内 Samateau县发出的居家抗议令更加列明 民众若要做休闲活动 不可离开住家超过5英里 这意味着想要到户外骑脚踏车或远逐的话 只能够利用住家附近的设施 喜欢冲浪但不是住在靠近海滩的人 也必须暂时割爱 Samateau县卫生官员提醒民众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即使没有症状 也是可以传播病毒 因此即使做运动或带狗散步 都应该限制在住家附近的地方 而喜欢球类运动的人士也要注意 抗议令运输医学界人士的研究 病毒可以滞留在网球表面几个小时 所以只能够和住在同一个住所的人打球 卫生官员表示要远足的话 可以考虑住家附近没有到过的地方 只要记得和其他人保持6英尺的距离 二十台记者欧志州的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APP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